7月28日,孙依在微博又晒玩了,萌萌的大夫姑娘,再度可爱出镜了,作为一枚心急浪妈,小宝贝的每一步成长,都是值得庆核的事情。 而作为才不到一岁的大夫来讲,总会贡献很多萌萌的趣事,每一次孙依都会忍不住和粉丝们分享。 孙依微博截图这一次孙依和粉丝们分享的事情,是带大夫去上课的发生的趣事。 孙依在微博中这样写道带董大夫去上课,人家小朋友得了奖状,可他只得了一个卡通单线,因为这位大姐一整堂课都在吃饼干喝看热闹。 看这情形,大夫颇有吃货的简直呢,这一点是不是随妈妈了呢? 而且大夫才不到一岁便要去上课,也是不禁让人感慨,果然是萌萌在起跑线的节奏啊。 大夫蒙照孙依此番还晒出了大夫姑娘的蒙照,照片中可爱的大夫穿着碎花小裙子,背着书包骑在小木马上,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前方。 提一下的孙依还为大夫背上了两只卡通的眼睛,俨然对应他在配文中调侃的大夫全程看热闹的情况,不过大夫的侧脸也是很精致呢, 还有网友调侃大夫这侧脸,有一种蜡笔小新同款侧脸的记事感,有了发型的大夫侧脸超可爱照片中的大夫胖嘟嘟的样子也是超级的可爱了。 然而与这些相比,本次们发现大夫的新发型也很是不错啊,要知道上一次孙依带大夫去打针的时候,大夫的头发还是光光的。 如今相比于之前的造型,大夫的新发型可爱指数爆表啊,网友评论对于这样可爱的大夫,还有网友送上了吃瓜沉重的称号,又熟悉董子剑的小伙伴,则是直接评论,哈哈,很是董子剑闺女啦。 最为有趣的,莫过于有网友还把大夫坐着的小马的腿,看成了大夫的腿,也是让人忍不住要笑死了。 不过,让人更为感慨的是,虽然已经是辣妈了,但是孙依依旧是少女心态十足呀,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时光飞逝的感觉,一转眼大夫都能带去上学了,而孙依已经迈入了晒娃的行列了。 ZN的脸则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